十一 東方日報 強詞有理 豈止雙重標準 2015年7月14日龍湾鎮A28強詞有理曾經立早前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地 美國老多館閒事 指中國家劇區內局勢緊張 原來真正導致區內局勢緊張的並不是中國 而是越南等相關國家 有位美國官員承認 越南在南海見有48個哨站 而中國只有8個 與菲律賓的數字一樣 馬來西亞也有5個 可見越南才是真正的侵略者 美國當局對這些數字其實早就遼如指掌 他們對越南等國家填海把地視而不見 一未對中國指手或腳 說三道四 此豈止是雙重標準 簡直是公然偏袒 窺老美幻敢以世界警察自居 實際上 越南不僅在南海八佔最多島嶼 而且擁有最多遊井 道彩南海石油已成為越南最大的經濟收入 佔國民生產總值如三成 使越南從朋友國一約成為石油出口國 反觀中國至今在南海沒有一口遊井 年前指示架設了一個轉井平台 美國老便橫加指責 越南更是賊喊觸賊 不斷派出船隻騷擾 很明顯 越南之所以敢以小欺大 固然是因為有美國撐腰 胡假虎威 而過去中國外交軟弱 拖面致幹 更是主要原因 狹路相逢勇者性 中國要改變這種被動獨面 必須敢於針鋒相對 全土必爭 別人說三到四就讓他們說個舊 反正天不會塌下來 美國雖然咄咄逼人 但未必敢與中國正面碰撞 陳敬立 在判不斷 入口 愛 美 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